不過現在全台都在拼疫苗擴大施打 但是各地方也出現了一些亂象 真名導演葉天倫在臉書上面指控了 說昨天帶著70多歲的父母親到 繫紙衛生所去打疫苗 結果來到現場就發現說 有上百位老人家是聚集在一起 而且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 很多長者最後受不了了 就跑到旁邊的小巷子呢 是蹲在那邊 看起來這環境非常的惡劣 讓他很不滿 更痛批說 這樣根本就群聚了吧 恐怕又會成為防疫破口 對此 繫紙區區長呢 也致歉了 表示說現在正在計畫 要把衛生所的施打地點呢 移到比較大的秀峰高中體育館去 指揮民眾一下來這邊 以下那邊醫療人員和志工手忙腳亂 這裡是繫紙衛生所 正在為七十二歲以上長輩打疫苗的現場 不過導演葉天倫二號 帶著父母親來打疫苗 看到現場一團亂相當不滿 老人家排隊日曬雨淋 這個情景對我來說實在是像拍戲一樣 劇本寫出來都沒有那麼荒謬 痛批環境糟糕 葉天倫秀出照片 指出現場 直敗了五六張椅子 老人家被迫坐在水溝旁 現場都是蚊蟲 大家擠在一起都快兩個小時 相當痛苦 記者實地走訪 環葉天倫導演所指控的地方 環境確實令人堪憂 但您來看到衛生所門口 帶長輩來打疫苗的民眾 都只能在外面等候 腹地很小 可能也要引導說 那可能陪的家屬是可以在哪個地方等候 隔了一天重回現場 雖然民眾已經被引導到門口等待 但場地太小 陪伴家屬無法和長輩一起進入衛生所 再加上施打疫苗的時間安排方式 也拉長民眾的等待時間 因為他沒有特別明顯的標示 所以大家就會擠在一起 那個長輩們做一個之前 未來我們也會把我們的秀豐高中體育館 這邊來做一個施打 類似的亂象也出現在新北市中和國中的 疫苗接種站 人潮聚集在戶外 只能頂著烈日 站在臨時搭建的棚子下 對於各地施打疫苗的亂象 新北市也坦承疏失 因為這次是疫苗施打 是屬於比較高傳染性的 所以我們比較屬於室內的空間 前線醫護人員的辛勞 大家都看得見 不過政府如果沒有針對排隊亂象 祭出有效措施 恐怕疫情之際民怨四起 華視新聞的一庭 劉俊男台北報導